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在今天的中文台 我们的我爱我家 我是胡美剑 今天我们再次为朋友们邀请 宠物专科医师 钟山英钟叔叔 再度参加我们的节目 和朋友们来关心我们的毛小孩 他们的健康 不论是心理的还是身体的 那当然了 也影响到宠物的爸爸妈妈们 猫妈妈狗爸爸们 我们也快来关心毛小孩的健康 医疗方面的保健 和钟山英中医师一块 钟医师你好 胡美剑好 各位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钟医师再度参加 在今天我想我们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这个题目要和钟医师讨论 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和钟医师 稍微的讨论了一下 一个朋友们都知道 在9月初我们在 Houston的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宠物流浪被遗弃的宠物的领养 认养活动 一千多只的狗狗 还有猫咪 在这一次的大会当中 活动当中 期待寻找 就是有爱心的新的家 给他们温暖 而我相信也有不少我们的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也在节目当中 那么为这个活动做了很多的介绍宣传 希望有爱心的我们的朋友们 都能够开放我们的家 开放大家的家 让这些被遗弃过的 这些宠物们 这些猫妈妈狗 猫咪狗狗狗们 这些毛小孩们 能够再度有一个温暖的家 温暖的生活 所以呢 我想很多的朋友都领养了 但是领养回来之后 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要怎么处理 是否合适你 或者你合适他 我们在稍后会请中医师 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是关于就是宠物突然 突然身体不适 突然一下子就不对了 拖啊拖啊拖 拖了一个晚上吧 结果就走了 后来呢 这一位听众说 他觉得应该是被蛇咬了 因为他们家的院子后面 是有这个溪流吧 他说曾经看到过 邻居也知道 就是知道有蛇在那 会有时候会跑到后院来 所以呢 这一位听众呢 也现在又另外养了一只狗 那么同样的 他就怕这件事情再度发生 所以也希望能够请中山英中叔叔 那么谈一下到底 他原来那只狗 突然一下子不舒服了 很weak 倒在那里不动了 然后呢 一直喘气 流口水 他认为这是突然不舒服了 好吧 他累了或者怎么样 狗狗可以动物有自己的复原的能力 所以给他准备了水 喂他喝 结果还是一个晚上 还是两天之后 还是不行走了 后来他就认为这应该是被蛇咬了 所以我们先从这位听众的问题开始 所以中医师 能不能麻烦您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为大家在这个问题开始 做个分析 是 OK 狗狗在后院 然后后面有 buyue 这个 这个有可能被蛇咬到 OK 但是 第一个 被蛇咬到 通常有三个地方 就不知道 有两个地方 最常见 就是四肢 前脚 他去跟他 跟他去 去玩他 或者是 想 想 avoid他 就是他可能 蛇起来就咬到脚 这是一个 另外如果他想去咬 狗狗想去咬那个蛇 然后 脸颊或者 或者是嘴巴附近 会被蛇咬到 OK 通常如果是很毒的蛇 像 Rotter Snake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 比较毒的蛇 通常 会有伤口 然后会 肿得很大 然后 一般来说 你会看 红肿得很大 有时候会有 淤血 是这样 流口水 当然是 口腔被咬到 由蛇头附近 被咬到 他会流口水 这是一个可能 如果你没有看到 伤口 没有看到蛇 那个 当然说 不能说完全排除 是蛇咬 但另外有其他的 像 如果有流口水的话 没有身体 就是四肢 没有伤口 没有肿大的话 也有可能是中毒 中毒的话 也有可能是 比如说 尤其在 尤其在 白亿附近 如果有老鼠的话 邻居 或者是附近 有人 毒老鼠 用老鼠药 毒老鼠 那 我们如何去那里 知道 会咬到 或舔掉那老鼠药 也有可能会 会 中毒 OK 那第三个 有可能的情况是 当然是 上次我们讲到说 9月10月的时候 那时候 如果在外面太久 如果 我是不知道 这只狗狗是长毛 还是短毛 还是年纪多大 如果在那天 如果太阳很大 如果在外面太久 没有水喝的话 那 T stroke 就是中毒 也有这个可能 哦 那最后一个 第四个可能性 我可以想到的是 是不是 狗狗有 心脏病 不知道 那时候刚好 有 心脏病 发作 然后 就一两天 就死亡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 我们现在讲 我刚刚讲的顺序 第一个是 蛇咬 第二个是中毒 第三个是 Heat Stroke 第四个是 心脏病 我觉得有这个顺序 最常见可能是蛇了 但是 也不能完全排除 中毒 也不能排除是 中暑 或者是心脏病 所以 现在如果说真的 你担心是 蛇的话 所以 你这就要很小心 那个 后院的草 你可能要剪 剪得很短 就是 你剃了两个礼拜 剪一次 你可能 要请工人 或自己 每个礼拜 都要 每个礼拜 就剪 把它剪得很短 这样 那 听说是 撒一点 石灰粉 可能有效 就在 那个Fence 都会 撒一点石灰粉 不用 不用很 很厚 就撒一撒 那个蛇 经过那里 闻到那些味道 他不喜欢 他可能就 就不会进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有 Rotter Snake 好像有 Vaccine 有那个疫苗 有疫苗 可是打那个疫苗 不是百分之百 说 可以百分之百 的Protection 百分之百保护 没有 但是 会 会 白一些时间 你会有 比较 就是说 比较长的时间 你可以 利用这个 这段时间 可以送去 受益院 送去急诊 这样 那 百分之百保护 是没有 这样 OK OK 所以 这一个 还是要 就是 宠物的 这个主人们 狗爸爸也好 这个猫妈妈也罢 都要特别的 注意 稍微小心一下 能够 在最早的时间 把你的宠物 如果像刚才 中医师讲的 这种情况 最早的时间 尽早把他们送到 诊所去 接受治疗 因为我们自己 说实话 真的是搞不懂 不大清楚 他是心脏病 他是被毒虫 被蛇咬 还是他是 太热了 热昏头了 我们说 重热衰竭 有的时候 不大容易 没有这个经验 分辨不出来的情形下 耽搁了 最佳的急救的时间 而 结果造成了 大火的难过遗憾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多为主意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想我们就 请中医师来谈谈看吧 我们都鼓励大家 一般来讲 我们就鼓励朋友们 去领养 去领养宠物 那当然了 也有 也有因为 某些特别原因 我特别喜爱 这个吉娃娃 我特别喜爱 以前讲的西施犬 我特别喜爱 这种 大型的 德国牧羊雀 或者是 西伯利亚的 这个西伯利亚牧羊雀 或者是说 Husky 我特别要 这样子 所以我们去找 Breader 专门的育种 这样子去购买 否则的话 我们都 比较 都会特别强调 建议 中医师也很 常常建议大家 你可以去 领养 领养 这些 宠物们 现在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9月初 我们在Huston 这个大型的 宠物领养的 一个活动 因为 各政府 各地方 市区政府的 Animal Shelter 是 太多 太拥挤了 已经超过了 他们的健康 以及基本的数量 所以必须要 办这样子的活动 让宠物们 让这些被遗弃过的 宠物们 可以有 更好的家 有新的家 但是带回来之后 到底会面临 什么样的问题 有些什么 可能发生的情形 宠物会有些 什么样的表现 他的行为会是如何 主人 我们要怎么样子 来决定 是我不合适他 或者我们要决定 是他不合适我们 是 一般来讲 在 很大 就是很高的几率 你 你 因为 你有看过他 一见钟情 或者是 看着就很喜欢他 然后一群狗在那里 他就觉得 对你最亲 这样 Majority 的时候 就是很 常常的时候 问题是不大的 OK OK 所以 当然会有一段的 磨合的时间 这样 那你当然就是 如果他已经 就是说 一岁 或者是 将近一岁 不是说 你 从Puppy 很小 三四个月 两三个月 就开始领养了 的话 那个磨合的时间 会比较长 但是 除非这个狗 脾气真的很 孤僻 就是 比较 Personality 就是个性 非常强的狗之外 通常 一岁 一两岁的狗 你慢慢的 还是可以 把他习惯 改过来的 所以是 当然是 有些磨合时间 比较长 有些磨合时间 比较短 这样 那有时候 既然你已经付出 这个爱心 要领养他了 那你就是 要try the best 就是要接受他 这样 但是 就像我讲的 90%的时候 都不是问题 这样 那 有些问题就是 比如说 你在那里看到 只是看到 很短的时间 他的那个 house training 还没有 完成 就是他可能会在 室内 尿尿啊 在室内大便 像这种情形 你当然就是 一定要给他机会 回到家 刚喝完水 或是刚吃完饭 一定要赶快 带他出去 让他有时间 有那个机会 在外面 上厕所 然后 之后 让他 然后praise他 就是 好好褒奖他 用食物也可以 拍拍他 都可以 然后让他觉得 那是一件好事情 那些事情 这个主人会喜欢 所以他以后 慢慢他会养殖习惯 就去外面 大小便了 这样 那有些 另外一个就是 anxiety 他在那里 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 回家可能他会有 我们所谓的 suppression anxiety 就是他一分离开 没有人的时候 他就开始 crazy 他会咬笼子 或者咬拖鞋 会咬墙壁 或者咬 咬那个 沙发 什么这类事情 都有可能 如果这样的情形的话 那 唯一的办法就是 慢慢 你可能就需要用笼子 用铁笼子 不再说 就是train他 你在家的时候 把他关进去 然后出去外面 走一趟回来 然后就跟他玩一下 跟他这样 慢慢的 就是希望他不会 就慢慢的会了解说 哦 帮他笼子里 不是大问题 我出去 回来以后 出去一下 回来 他还是可以 把我放出来 还是给我 还是喜欢我 还会跟我一起玩 这样 慢慢的让他了解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家里已经有宠物了 那这段时间就是 第一个 他可能 对你有宠物 就是 真宠的时候 可能会对你有宠物 会凶你的宠物 另外一个 你的家里的宠物 本来我只有 百分之百的爱 现在便是 百分之五十要给人家了 那你家里的那个狗 可能对亲来的 会不友善 是这样 都有可能 那一开始就要慢慢的 让他们接触 不要一下子就放在一起 或者是你放在笼子里 两个笼子摆在一边 或者是你亲来的 如果你家里 那个狗狗不是关在笼子里 你亲来的 先关在笼子里 让他们慢慢的接触 这样 有一段时间可能会互相的 不友善 会可能是会打架 那一下子 可能会打出一个头出来 有一只就会当头了 这样 那这只狗当头的狗出来以后 你每次回来 第一件事情 就要先从当头的这个狗 先接触它 让它知道它是第一个 是 然后再接触另外一个 那如果说 你这个在笼子已经养了很久 来一个新的 当然是你一开始一回家 要先到你旧的 你原来的宠物 先interact with它 然后再去新的宠物 这样的话 我们的原来的宠物就 心里就不会那么不平衡 嗯 OK 好 所以这个的话 是我们要做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步骤吧 我应该 我们这样子讲 一个步骤 会一个磨合的时间 嗯 我想问一下中医师啊 因为你知道 动物啊 我们有时候讲啊 动物就是 食物第一 能够吃 能够给它一点东西 它能够吃 那个是 什么都可以放后头 食物一定摆第一的 嗯 那么这个新的宠物来的时候 可以多给它一些 treat吗 好吃的东西吗 用这样子的来 build up 我们跟它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有负面效果 OK 是这样子哈 我们刚刚就已经 已经讲到说 如果这只狗狗 很多狗狗是 of course 是 就是 oriented 它对手非常大 尤其是 如果是在外面的狗 流浪的狗啊 嗯 两三天才有东西吃到 那对食物都非常的 那个 这个中狗 食物就很有效 但是有极小数的狗 有些小数的狗 它不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就 我们就讲吧 比较大几率 就是食物 可以食物来控制它 不是控制它 食物可以来 来 train它的 这个情形 嗯 那如果说它是真的是 food oriented 你不一定要给它 吃好吃的 你一般的狗食 它就会觉得很高兴 OK 但是我会觉得 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treat 我会觉得你 你用 它本身的狗食 就可以了 OK 就是不要 不要另外 再去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吐司面包 OK 吐司面包也不是问题 是可以的 但是我所看到的 就是很多 很多情形是 如果给它吃很多 不一样的食物 嗯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煮东西给它吃啊 或者是给它吃 不一样的treat 那有时候 如果这个狗正常 嗯 没有过敏的话 百分之百没有问题 如果有过敏的话 就不知道是哪 哪一个食物造成过敏 哦 所以因为treat里面 有鸡肉的treat 有牛肉的treat 有一些其他不同的treat 嗯 嗯 不过一般来是 都是鸡肉的 如果说它有过敏以后 你给它吃 不同的 譬如说 你给它吃 沙漫的treat 这些东西 你根本 或是鸡的 你根本不知道 是哪一个造成这个decease 造成这个allergy 所以越简单越好 你买那个 比较名牌的食物 它的 营养成分 碳水化物 糖 碳水化物 脂肪 蛋白质 全部都是均衡的 啊 所以就够了 OK 那就像我讲 如果没有问题 你要给它吃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越简单越好 那为什么提这个 刚来的时候 刚到家里的时候 你从越简单越好开始 啊 然后如果你要 没有问题了 你要增加什么东西都可以 但是你一开始给它吃很多 很多炸鸡 炸泡的东西 你最后要把它 啊 变成简单的话 就不容易了 嗯 是这样 所以 所以 有食物 有它这个食物就可以 如果它 如果它是真的是 food oriented 它 它就不会care OK 那如果说不是 food oriented 你给它很多 不一定的食物 它也不出来 哦 哦 是吗 是 所以就是 比较少percentage 是这样 OK 好 所以这一个的话 我想我们 这个朋友们刚才就听到了 这个 大伙要多为注意 多为注意 因为 这 有的时候像 我自己 我就是真的是 想要用 用这种 我们的 好吃的东西 然后呢 来帮它 来 来引诱它吧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build up 我们的关系 但是刚才也听到了 就是 中医师讲 这 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好的方式 好 那 我们的节目 还有一些时间 那么中医师 能不能请你能够 更仔细的 跟我们的听众来谈一下 就是关于在现在来讲 我们常常都会想到的就是 哎 我家里面的狗 跟家里面的猫 哎 我现在想 我要不要再多加一只呢 或者是说 我现在 这个 感觉上 这个猫跟狗 似乎在 相处的时候 还不错 或者是说 我家的狗很 很平和 那 既然都说 我们要多 多一点爱心 多一点爱心 我也多一点爱心 我就 想要 我是否可以 再去领养一只猫咪 放到里边来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想问一下 中医师 你的建议是怎么样 我们如何安排 是 这个是有点难回答的 这个完全是要靠运气 当然是你去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你家的狗狗很温顺 就是 也是不凶的狗 那你去选择的时候 你当然要 比如说你去 去那个领养中西 看的时候 有五六只狗在那里 你一定要找一只 就比较友善 比较温顺的 这是 这是 start 可是这也不能说 百分之百 说你拿回家以后 他们俩就会 百分之百相处的 好 就像我 我先前讲的 不管是 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你要慢慢的 让他们接触 一定有一个磨合的时间 那 就是完全是要靠运气 猫咪呢 猫咪也是一样 但是猫咪 我总是觉得 公的猫咪 比母的猫咪 温顺一点 这个想法跟我们可不一样 我看到的 OK 我是没有 我家里现在没有养猫 所以 但是 我在这里看到的 对 在 对兽医来讲 OK 公猫比母猫温顺 是哦 朋友们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 所以 如果我这样讲了以后 如果家里有猫咪 有公猫 有母猫 稍微比较一下 在我们每天看到 来Clinic的 这些猫里面 一般来讲 公猫比母猫温顺 OK 所以 狗狗就不一定了 狗狗就不大 没有比 公猫 公狗母狗都差不多 这样 OK 所以 这一个的话 我想 所以你要营养 要找一只猫咪来的话 就是 给你原来的宠物 当company的话 我会建议 猫咪的话 找狗猫 那 狗狗就不一定了 这样 OK 所以这一方面 我想朋友们 你 多注意吧 我想我们大家 就多注意了 那么 今天我们的节目 时间也很快 我们要在这儿 要暂时的 搞一段落了 再一次的 谢谢钟山英 钟医师 在今天参与 我们的节目 所带来的讯息 那么下一次 我们会继续 和钟医师 在节目当中 继续讨论 欢迎朋友们 不要错过 好 谢谢钟医师 谢谢钟医师的参与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